这种社保挂靠行为 别拿自己的养老金开玩笑了 不要到时候退休金拿不到不说 还很有可能会涉及到违法行为 这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用数据说话让你看清楚事实背后的真相 关注我,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目前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已经正式发出声明 自2022年3月份开始 执行新的社会保障基金行政督促办法 其中就有一项规定 要求用人单位或者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 或者虚构劳动关系 叫社保的行为均属于骗保行为 这就意味着以后再想通过挂靠公司来给自己缴纳社保的行为 将会以骗保的由头来进行处罚了 社保挂靠通常有以下这三种情况 这些在以后一种都不可以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种 无职业者想通过挂靠公司来交社保 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者是暂时失业的人员 他们想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又或者他们不想断保 还想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选择挂靠公司来帮自己缴纳社保 然后自己承担全部的社保费用 同时也会给公司一些好处费 现在这种行为被查出来以后 不但个人会被处罚 就年帮忙缴纳社保的单位也会被处罚 其实现在随着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方式的出现 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户口所在地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即使以后有工作了 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也可以随时转换到职工养老保险 那再说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不但等同与职工养老保险 而且还会比职工养老保险更加便宜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了 第二种想提前退休通过挂靠公司交社保 由于咱们国家规定 屡职工是50岁退休 屡灵活就业者是55岁退休 那于是有些人想要提前办理退休 他们也会通过挂靠公司的方式 让自己从女灵活就业身份转变成为女职工身份来缴纳社保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前五年拿到退休金 那这种行为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试什么身份就要以什么身份来缴纳养老保险 第三种 现有单位不给交社保 选择挂靠交社保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工作过的上一家单位有帮我们自己交过社保 但是自从我们换了工作以后 新单位就不给我们缴纳社保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中了新公司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 于是就接受了这种条件 然后再通过挂靠原来的公司或者是其他的公司来帮助自己缴纳社保 这种行为也是属于虚构劳动关系骗保的行为 因为帮我们缴纳社保的单位并不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单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要么我们申请劳动仲裁让公司帮我们缴纳社保 要么自己先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来缴纳社保 要么自己以后想办法再来补交 从2022年开始啊 我国的养老保险就已经开始执行全国统筹管理了 对于那些虚假伪造骗取养老金的行为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所以以后我们想要再缴纳社保 要么我们在单位上班 让单位帮我们缴纳社保 要么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自费缴纳社保 不管是什么理由 什么原因 挂靠公司缴纳社保的行为 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退休金 严重者还会以骗保的行为进行追责 国家正式出手了 严查以上这三种社保挂靠行为 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一期